HELLO 聊世紀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n 今天要來看中國人對殺孟家人 這場比賽是酷寒之輔啊 好 那很久沒有看到新的一些比賽地圖 這場比賽是兩位非常頂尖的玩家 以為是我們的知名的選手 中國第一高手 YOU 大概就是我們的世界冠軍HELLA HELLA是最近的打法非常的犀利 有點像是以前BIPER那種感覺 BIPER可能也是在做調整 所以這次比賽有沒有打得很好 好 我們先回到比賽 那中國人在這張地圖來說 開局還不錯 因為一般的阿拉伯地圖來說 中國人開局很容易斷村 但這張地圖一開始 就可以瘋狂的撒這個魚網吃肉 非常的快速可以或許肉量 那中國人一開始會加三寸 減少50木頭跟215 所以一開始會斷村 所以一開始就會有織布技術 就跟這個瑪阿一樣 一定會先優先點織布 不然會斷村斷得太嚴重 好 那HELLA這邊則是 稍微輸了一村半而已 並沒有輸太多 但是黑暗時代開始就輸一村半 這就意味著 又的這邊中國經濟會再更好一點點 但是HELLA這邊上封建時代之後 會再補兩村 所以會直接補正這個經濟差距 所以又的這個經濟優勢 只有黑暗時代這段時間點而已 所以也不會到非常誇張的程度 那我是覺得 中國人這個優勢 其實在一些細節高端比賽來說 還是蠻大的一個優勢 但是在對頂尖高手的對決裡面 這個優勢時間點其實並不長 好 那我們再繼續講中國 中國這個文明呢 他還有個比較特別的單位 是這個中國聯弩兵 就是我們熟悉的諸葛聯弩 這個聯弩兵非常強 不然是打對方戰保兵啊 騎士喔 步兵喔 基本上什麼都能打 確定就是手短喔 很容易怕對方的火炮 跟頭子手一發直接倒一大堆喔 所以玩中國人的話 可能要打一些肉麻 或是重裝騎士喔 甚至要打擊兵啊 步兵喔都可以 因為他本身喔 是所有科技都是滿的 雖然沒有這個 沒有攻擊技術啦 也沒有軟甲 所以中國人的步兵系 可能會爛一點點 但其他的東西喔 基本上都是能打的 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孟佳人 那孟佳人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大象是超級複合式的 除了可以抗招想之外呢 也可以減少25核勝的額外傷害 不管是這個長野兵戳他 這個額外傷害之外 或者是戰毛兵打這個象弓 都會減少這些傷害 所以我覺得孟佳人大象 算是非常實用的一個大象文明 不管你要出這個 毛象夫爆啊 或是要打這個象公 都很強大的 那他帶來的銀貫科技喔 你可以增加他的戰車喔 還有大象的攻擊速度 所以他攻速也是特別快的大象 那他本身也是一個宗教文明喔 森嶺的話也本身有自帶三防 所以孟佳人打這個後期喔 毛象夫或是象公配森嶺的戰術 也是跟鬼一樣 好這邊來看一下褲打 兩邊褲打的血量都是27滴 但是先扣的血量是藍色黑啦 黑啦可能會先死去 我們先來看到黑啦這邊會直接選擇逃跑嗎 最後一刀 哎呀死了 結果是又還是贏了 好那我們繼續講孟佳 那孟佳在這張地圖還有一個優勢喔 就是這個船劍血量可以恢復15滴血的一分鐘 那這個能力呢看起來沒什麼效果 但事實上在實戰來說其實蠻好用的 好尤其是什麼團隊島嶼啊 或是像這種一個海河的情況下 有回血的時候可以多扛那一滴喔 就整個結局就不太一樣了 所以我覺得回血能力喔 對孟佳人來說是非常重要 好這裡想去補大魚 這個結果那個刺豪 沒辦法進入到這深水穴喔 只能停下來 那稍微講一下TC附近這一個環 這個環呢是可以讓他們 沒辦法在這邊種田喔 這就意味著你種田的話 就要像波蘭一樣 去外面蓋這個莊園 然後在莊園旁邊喔 去灑農田 所以這張地圖 對於有在練習打波蘭的人來說 是有一定的優勢的喔 守農田的話是會比較有經驗一些些的 所以我覺得這張地圖是比較難打的 跟阿拉伯的思路是不太一樣的 雖然地圖很像啦 但是這個農田喔 你們只要覺得 只要玩過一次波蘭就知道了 這個農田喔 不是塞在TC旁邊喔 這個難度大幅提升喔 超級難 我們昨天的影片喔 黑啦一條二的影片裡面 也是看到一千份的玩家玩波蘭喔 整個就是大爆炸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就是難度比較高一點 好 那我們先回到比賽中 兩邊都升到了 火龍劍時代 那目前黑啦這邊是選擇了三個漁船而已 那右這邊是二漁船 然後等下了三... 欸兩個碼頭 我想說三個碼頭也太多了吧 好那二碼頭的話 這邊待會金要補到八個人喔 要來出這個火蒙筒 或是戰劍 但是我覺得火蒙筒一初期比較好用喔 如果你要打戰劍的話 至少要存到六燒會比較安全一點 六燒是八燒 這樣集合對方火蒙筒比較有傷害力 但是如果你是單程去騷擾去針對漁船的話 兩艘就可以了 因為兩艘只要射三發 就可以收掉一艘漁船喔 所以以這個打法而定喔 那前期還是火蒙筒 單挑來說會比較強一點 那孟加阿倫這邊有這個回血效果 所以這個戰劍會比中國更有優勢一點點 好先來看到這邊已經先被燒了 這邊深造時代稍微慢了一些些 所以沒有先手優勢 好一出來直接也是被燒 好這邊先修一下船 血量開始拉開 好先燒先燒 繼續燒繼續燒 先燒魚船嗎 沒有 兩邊都是先燒船 沒有先燒人 繼續燒繼續燒 好對方最近出來了就是自爆閥 要炸純米嗎 啊純米趕快跑 好不敢不敢修不敢修 是我也怕 OK這個被炸一發 OK直接燒到一艘 目前是黑拉拿到了一艘的優勢啊 很緊張很緊張 前期的海淡是最刺激的 好兩邊護燒結果看起來 黑拉這邊是還是有優勢的 這邊自爆閥要再出來了嗎 從後面 有沒有 欸欸欸 完蛋完蛋完蛋 這個會炸很多 哇 村民果然被炸死 尷尬了 黑拉直接被一個自爆閥炸到懷疑人生 殘血的火魔桶應該也要沒了 第三艘火魔桶也出來 又這邊戰船秀得非常漂亮 殘血的村民要先燒掉嗎 先燒村民 nice 村民先燒掉 這招戰艦繼續拖延時間 自爆閥出來 先往上衝 好 炸個一發 哇 沒有炸得非常的精緻 但沒有關係 血量還是有降掉了 好那目前是由右這邊打下了海域 那這邊黑拉還要再繼續出船的話 就要先把這個床放到這個碼頭裡面 對計一定數量還有這個自爆閥 才可以再繼續出門打 不然這個現階段再繼續打下去 可能 會一直下水角而已 好先來看看他經濟配置 好經濟配置 好經濟配置反正是轉出了馬 就好 稍微要來打下肉 因為海上打這麼兇的情況下 對方的肉 對方的陸地單位 可能其實不太多的 但是其實右這邊也是看到 欸海戰打贏了 馬上想要轉工兵 直接打一個防守戰 順便打個侵略戰 兩種都可以 家裡只要出一些槍兵 好擋一下就可以了 但他這個土要守 其實要守蠻大的 你只要拉到底 不然這邊拉好再拉過 其實有點偏大 好一直吃頭走得出來 以後這邊應該有意識到 好第一時間就用村民反應了 很快速 就這邊繼續持續燒對方的碼頭 碼頭血量一直下降 但是裡面屯的船還是有點多 裡面還有屯的一艘自爆閥 好 黑拉這邊看到草莊兵出來 把兩隻獸帶回家裡 好這邊想用刺頭去打戰船嗎 我覺得 有點微妙 這個我覺得肉馬會虧吧 因為肉馬其實血量會掉很快 喔這邊自爆爆得不錯 OK後面這三艘要出來了嗎 現在要去打 OK如果火木桶沒有打刺頭 就可以接受 但刺頭被火木桶打傷還是太高了 好兩隻工兵開始在射村民 哇這個槍面直接射到 直接要硬打了 OK但戰艦部分 目前是可以拿奪回來的海域 哇畫風一轉 又這邊戰艦全沒了 甚至爆發這邊炸一波 喔 再回頭 水 哇這個中國 第一高手就是不一樣 回頭一炸 順利收掉了黑拉兩頭 戰船 好這個自爆發再撞一下 好撞不掉 好雖然漁船要四處逃竄了 不能再繼續補藥 好但是現在又有工兵優勢喔 現在要打黑拉的村民非常強 喔殺到了一村 第二村可能也跑不掉 這個遼王塔 喔OK 拿下拿下 村民出來扁一下 輸出 OK 算還是損失了一隻肉 然後目前又這邊 海域被打了回去 黑拉慢慢把這個海拿了下來 這個海拿下來的話 中間這個鮭魚群 就可以吃好吃 那除了鮭魚群 還有這個金槍魚群 也可以吃的 所以這個海域拿下來 還是有一定的優勢 但並不會太划張 升到城堡時代之後 撒農田其實 並不會輸太多 而且這個海 要再繼續守下也是很困 你要在這邊撒魚網 去捕魚的話 你還要確保 你能一直打壓得贏這個海 你要想 入地單位也不能輸的情況下 其實是有點困難的 所以我覺得有海的地圖來說 是蠻具有挑戰性的 並不是這麼容易就可以 上手的 這個海陸混合圖 好 又這邊是直接放棄打海了 黑拉這邊看起來 海情大勝了 要不要出點漁船呢 好 這根劍塔 蓋下來之後 雖然村民出現在是落後 四十二村打三九村 落後非常多 好 那這邊農田灑的有點多了 開始一直灑一直灑 那黑拉右邊已經圍好 但他沒有看到這邊 右邊其實是可以圍到底的 這個地圖沒有看到底 沒有辦法 因為黑拉一開始這個刺頭 就跟右的這個刺頭打完了 所以這個沒有看到底也是正常 好 三個碼頭 有要去出戰船嗎 還是要先升城堡時代呢 目前看起來兩邊都會差不多時間上 黑拉這邊也是有轉出自己的毛兵 稍微轉一下毛兵來擋一下 那我最近在講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個思路方式 就是其實你打刺猴開局的時候 只要 你出了大概三到四隻的刺猴之後 就該去下這個射箭場 然後去出毛病 來反制 一級射要不要點 是取決於對方的工兵數量 如果對方工兵數量大於大概 六七隻以上的話 就該去點 當然也是要看你時代 如果你可以快要點下城堡時代的話 可以其實就不點 但是如果對方已經壓在你家裡的話 那你勢必要馬上點下去 大概是這樣子 因為有些觀眾可能不太了解 落馬到底什麼時候去轉這個射箭場 我是覺得 這樣會比較好 比較不會去忘記喔 去一直按這個落馬 有些觀眾會一直想要去按落馬 按到七到八隻 結果一個射箭場的毛病一隻都沒出 然後結果對方已經 大概十幾隻工兵了 發現有點打太贏 然後對方還有帶這個槍兵喔 就會很難受 你有這麼多落馬 可能可以直接印上沒有關係 但是等到對方一帶這個 槍兵的話 就很難受 落馬可能要被解光 唉唷 這邊攔截得非常漂亮 毛病直接進來 被村民爆打一波 但是槍兵很容易被毛病打到殘血 好 繼續打村民 唉唷 這邊上面要爆了一下 又這邊偷偷的把這個海域小打回來 好 這邊也是慢慢按出了幾招火蒙桶 繼續做一個輸出 戰劍繼續攻擊 毛病全部收掉工兵 有毛病的話打對方工兵多舒服 四隻毛病就壓制住了 讓又不敢繼續出工兵 好 第一時間升到城堡時代是幼 又馬上就按下了 奴炮戰船升級 跟二級伐木 TC也可以先開個一兩個 因為木頭有點多 直接3TC開開 然後是用一個村民去蓋的 好 騎士一出來直接無雙 開砍 砍戰矛 砍肉馬都可以 騎士就是城堡時代 初期最強的單位 好四燒火蒙桶直接燒 好變成火戰船了 火戰船開燒開燒 中間這些大魚 可能有點難捕了 黑拉的魚船可能又要再消失在 中間的海域啦 我其實很喜歡看高手能打這種特殊地圖 因為他們的戰術打法 跟一般的阿拉伯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好這個這包船 不要去炸魚船吧 對啊不要炸吧回頭回頭 這個讓火戰船去燒一燒就好了 燒速度還是很快的 幹你還是 他還是回頭了 不小心噴了不好聽的話 太情緒化了 本來就覺得不應該炸吧 就還是炸 可惜阿 好那黑拉這邊轉出了毛巷夫 這個毛巷夫有抗招響 還有可以抵抗傷害 對方的槍兵也沒那麼痛 相當好用 而且其實大象他的前方有擴散傷害 算是踐踏傷害吧 跟這個 托蘭的肉馬一樣 還有這個巴登廷的 巴登廷的聖騎兵藥 但是範圍不太一樣 範圍是前面的0.25個 托蘭是0.5個 這個計算其實有點太複雜 其實只要計他前方的攻擊距離 就是有這個擴散傷害就好 簡單計這樣子 黑拉居然是要打戰車嗎 戰車這個地圖看起來很有料 戰車可以切近戰也可以變成遠戰 非常方便 但是戰毛兵打戰車一樣都是那個傷害 非常痛 他被這個戰毛丟一樣是有增傷的 血量掉很快 戰毛兵打戰車其實是很方便的 不然他切近戰還是馬攻路線 都是有這個我會傷害的 戰車他比較強大的地方是他的基礎血量 是125滴血 雖然他的造價來說也並不便宜 他造價也是超貴的 但是他可以順利的切這個近戰 跟這個遠攻模式 去應對戰場上的需求 好這邊生鋁魚 想要來撿生物 開始在那邊控圖 但第一時間回來想要先照一下對方的戰車 戰車要不要做一個拉扯呢 老頭被射掉了一隻 戰車被招走兩台 上面生鋁魚沒有回頭 兩隻信息筆過來幫忙輸出 生鋁魚可能逃不掉了 自暴船想要來救 要炸嗎 不是炸 想讓老頭 隨風而去 沒了 兩隻老頭直接被收掉 好自暴船 這邊散兵被炸一隻 哇後面那個被波擊到 尷尬了尷尬了 黑拉這邊去爆他的戰車 那黑拉現在有個打法比較適合他 就是待會又有650石頭 直接再把這個城堡往前插 直接插這個高地 插住金礦 可以稍微插了一些海域 直接打一個破口進去 開始用戰車到處射射 好這邊生物撿了回來 黑拉這邊有撿生物嗎 有 撿了一顆 好 大象繼續輸出 終於要頂掉了這個射箭牆 但飼料之前可能就會被射死 毛相夫沒了 好兩邊開始進入了偏農時期 那目前是由中國這邊拿下79吋對69吋的優勢 好戰車直接進來 裡面有大量戰毛在防守 又這邊的隊員非常的恰當 出這個戰毛兵 確實就可以壓蜘蛛戰車了 雖然切近戰 打這個戰毛兵還是很好用 但基本上他切近戰模式 如果戰毛還能輸出 傷害是一樣高的 好戰車再走路回來 好戰車再走路回來 生女出來要先招嗎 好 生女繼續撿生物 中間的海域部分黑拉已經放棄打海了 看來他沒有想要繼續 拚命 好 正面 這個戰團直接置地 又這邊第一團地的漂亮 戰車數量來到了11隻 但是只有升遠攻 沒有升遠防 也沒有升進攻跟進防 所以現在戰車要升的東西非常多 黑拉這邊想要先打一個馬攻 但是正面城堡已經被蓋了起來 又這邊沒有辦法進去深入了 不是有 黑拉這邊沒辦法繼續深入了 所以城堡蓋在比較偏家裡的位置 因為蓋這個位置算是高地 但有點偏太近 不太好處理對方巨型投司機 好戰車慢慢開了出來 現在是兩邊都點下了帝王十代 我們也是101村 對場81村 接下來的村民數像是偏少 第一時間先把勝率給射掉 但是自己還是被戰毛兵收掉了一台戰毛 好這個戰車 戰車數量越來越少 血量也很殘 點下了這個草藥治療 可以直接住進這個城堡 可以直接住進這個城堡 快速回血 就不用生魚一隻一隻補 目前看到 黑拉這邊在找生物 發現生物已經被拿光了 生魚到處走發現都沒有了 他應該很納悶了 哇靠 又這麼會拿生物的嗎 三生物已經GETT了 修道院這邊只有一個 還有一個生物在右邊 不知道黑拉有沒有發現 好我們稍微加速一下 右這邊點下了輪軸技術 跟手推車之後 還點下了拇指環 好跟蹤技術也補一下 頭子車繼續砸 自暴船炸個一波 把頭車換掉 中間可以招自暴船 是蠻關鍵的 所以海魚有拿下來 還是有一定的優勢的 補下了化學 長槍兵 更衣集防 巨頭開拆 稍微減速 兩邊應該可能要幹大事了 唉唷 戰車的血都回滿了 這時候黑拉就會轉出了步兵升級 夢加拉這個文明轉步兵 鬼妙欸 他沒有三防欸 夢加拉沒有三防 然後 轉步兵 雖然有軟甲 攻擊那些都是有 但 沒有三法的步兵 少了二點遠防 少很多了 連這麼兵打到這個 都會痛 那 中國這邊就只要出中國連弩 配戰毛兵 就可以打爆 黑拉的 劍兵勇士 跟戰車囉 喔 這個有點微妙 真的有點微妙 好 戰毛兵直接跑到黑拉家裡 開始亂圖 但黑拉村民術 移生到帝王時代 村民術直接拉近了 因為每一個TC都會產生兩村 村民術拉近非常多 好 黑拉這邊點一下軟甲技術 還有這個雙手劍兵 好這名部隊繼續架起來 家裡被弄到懷疑人生 各種收村 但還好裡面有一棟城堡 這棟城堡可以守住大量農田區 這邊稍微想要防止毒下口 不能讓對方再繼續深入進去了 這邊在後方的話 就沒有城堡可以擋住了 好 黑拉這邊持續進攻 喔 右這邊居然沒有收村 慢了一點 是在控後方喔 上方這邊也在控 好 上手劍兵生好 好 大量的清洗兵直接衝過來 收巨型頭司機 沒有問題 巨頭瞬間倒下 戰車在後方輸出 巨型頭司機能打掉這個TC嗎 還差兩發 再一發投出去 OK 倒了 三巨頭雖然被收掉 但至少收掉對方的一個TC 但是村民術兩邊 反而是黑拉這邊更少了一些些喔 這邊還是突破了進來 戰貓兵在裡面無情輸出 好 看一下這個雙手劍兵過來喔 被打還是非常痛 好 但是數量不夠多了 戰貓兵可能還是要優先打村民的 好 黑拉村民術降到剩113村 是巨頭架了起來 這邊 雙手劍兵 能打嗎 這個一打過去爆破船會輸出喔 這裡很關鍵 炸個一波 喔唷 還好前面一隻雙手劍兵先吸到了傷害 但DA台自爆船又過來了 前面炸個一波 哎呀 來不及炸之前就被戰車給收掉了 好 黑拉這邊的雙手劍兵戰術 打得還算是不錯 但還是很害怕對方的工兵喔 所以目前黑拉 所有的單位還是被克制住的狀態喔 中國這邊可以拿到不錯的優勢 努兵加戰毛 輸出極高 黑拉打出了 拒絕 對 哇 他這個搭配真的是有問題 黑拉這個搭配我真的是不太喜歡 因為雙手劍兵投資成本太高 到了帝龍世代後期 又太容易被工兵打 他的戰車現在就很容易被工兵給針對了 這個戰毛兵喔 戰毛兵再配中國聯弩 一出來真的是無解 但是又也沒有出中國聯弩 他是直接出強弩 這個生產速度更快一點 更有這個即時戰力喔 那我覺得黑拉這邊 打的問題應該算是 出了雙手劍兵這件事情吧 他可能直接出個肉嘛 或出個毛相符 正面硬坦 可能會更好一點吧 或者是直接打這個 急兵啊 或者是直接轉相攻 都是個不錯的選擇 可能黑拉在測試戰術吧 所以他沒有打出孟加拉最強的組合 想要嘗試一些不同風格 但是嘗試的結果 果然這個雙手劍兵喔 配這個戰車路線喔 防禦還是比較薄弱一些些喔 並沒有想像中這麼的好 來看一下經濟喔 好 經濟部分是由中國這邊拿下 非常多的經濟資源 黃金樹呢 只有黑拉這邊拿下 一點點的領先而已 其他資源都是略輸的喔 中國人這邊農的還是比黑拉好的一些喔 但也是因為喔 又這邊有 即時的把這個戰毛兵跟肉馬 到他家裡面喔 大圖異波喔 村民樹下降非常多 所以導致又 這邊的村民樹領先非常多 那黑拉這邊反而是落後 但是這邊會落後原因也是因為 中間不能踢 明天把幹農田的關係喔 所以這邊到處去找這個模仿打 打那個農民喔 是非常好的 但是右這邊防守也是防得非常好 沒有什麼太大漏洞 可以讓黑拉去鑽 好 裡面算都是TC喔 圍的還算不錯 這也算是另一種地圖殺吧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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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間